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头条历史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刚刚登基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 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一件令他终生引以为耻的事情 这一年,趁李世民刚刚继位,大唐朝政部门 东突厥可汗率领二十万大军进入中原 长驱直入,来到离唐朝都城长安只有四十里的渭水北岸 经其飘飘数十里,升危震天,几乎势不可挡 荡平长安简直易如反掌 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军队,整个长安城中人心慌慌 由于突厥军队来得太过突然,唐朝没有做好准备 京城兵力空虚,区区数万人马根本就不堪一击 李世民琢磨着,走不过去了,只能亲自率领高士连,房玄陵等6人 亲自去找协力可汗,双方在渭水展开谈判 在谈判中,李世民一方面迅速调动军队前来保护长安 一方面,又对协力可汗寻以金箔财物,杀满力盟 协力可汗见好就收,在渭水与李世民签订了和平协议 带着大批金银财宝,打着宝阁满载而归 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就是被李世民引以为耻的渭水之盟,也称渭水之耻 那为什么李世民非要觉得这是耻辱呢? 李世民面对突袭而来的突厥大军,采用的是缓兵之计 在渭水之盟中,李世民送了协力可汗很多的金银财宝 除此之外,大唐还被要求继续履行着李渊之前和突厥人签的协议 向突厥称臣 想想突厥只是在隋朝中期崛起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 堂堂大唐的天子居然向他称臣 这不是耻辱是什么 李世民在这一次盟约中陪的自尊 而且是整个大唐的自尊 除了这一点让李世民难以接受之外 渭水之盟在历史上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甚至有很多影视作品都把渭水之盟美化成李世民 威风凛凛的只帅六旗 渐身渭水便桥,下退突厥十万精锐 这是极度夸张的 因为当时的确是敌强网弱 李世民不得不出此加策 正是有了渭水之耻 才催生了唐朝日后的强大 短短数年时间 李世民便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 当初没有趁机将李唐消灭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那么大唐在渭水之盟后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渭水之盟给了李世民沉重的打击 当然,对于李世民这种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很过硬的人来说 任何打击都不足以将它击倒 相反,只能让它变得更加强大 痛定思痛 在渭水之盟之后 李世民一方面发展经济 实行均田制和租用调制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是百业之本 有了农业作为基础 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产业得到畜牧发展 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之势 另一方面 李世民积极进行军备 莫马力兵 特别是针对突厥的骑兵优势 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仅仅过了三年 李世民就打响了复仇之战 治势的形成与对外的反击同时进行 在渭水之盟后的第四年 公元629年 李世民派李靖出师赛北 北伐东突厥 主动攻打并打败了突厥军队 第二年 秦获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首领 协力可汗压至长安 在唐高祖李渊的生日宴会上 李世民命令协力可汗跳呼玄舞 你当初回我子孙 我现在回你人格 不得不说 李世民这个报仇太有意思了 至此 化害随唐几十年的东突厥彻底携菜 而李世民也因此 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一个强大的唐帝国 从此冉冉升起 与李世民渭水之盟后 历经土治 最终消灭东突厥类似的 还有西汉时期的白灯志伟 公元前201年前后 韩王庆叛乱 与匈奴勾结 挥师南下 进入燕门关 攻下太原 除了韩信美道之外 刘邦亲自率几乎是汉出最豪华的阵容 领兵32万 北上平叛 然而 刘邦在率领先头部队首战告捷 乘胜追击之后 众计被围 在山西平城白灯山 被困了整整七天七夜 数次突围 军告失败 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 最后刘邦用计向匈奴矛盾窒息行贿 才得以脱险 白灯志伟虽然有心无险 但壮志便屈辱 放下了皇帝的尊严 不顾天子的颜面 深深影响了刘邦 乃至整个西汉对待匈奴的态度 刘邦脱困之后 吸取了白灯志伟的教训 觉得不能用武力同匈奴抗争 转而采取和亲的政策 并与匈奴签订互不侵犯的条约 除此之外 汉朝还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丝绸 棉絮 酒和粮食 虽然匈奴经常违背盟约 对边境越多骚扰 对于匈奴不讲诚信 刘邦相当恼火 但自从白灯志伟之后 对待匈奴再也没能强硬起来 大汉王朝时不时被匈奴 按在地上摩擦 这种局面直至很多年之后 汉武大帝上台 才得以扭转 国力强大后的汉朝 开始全面反击匈奴 魏清 霍去病 窦固 窦先对匈奴持续的打击 使得匈奴四分五裂 南匈奴内赴 北匈奴西顿 从此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此外 三百多年后 北宋与辽国也签订了一份 类似的协议 公元1004年秋 辽国萧太后与辽政宗 亲自率领大军南下 深入宋姓 逼近首都 北宋上下朝野争斗 宋政宗召行为敌 欲迁都难逃 王亲若主张迁都南京 陈瑶搜主张迁都成都 而宰相扣准主张坚守 力请宋政宗亲征 宋政宗打内心之时逃跑路线 可作为一国皇帝 大敌当前就这么逃跑了 面子上却又挂不住 最终 在扣准的力选下 御甲亲征 北上抗敌 至禅州督战 致使宋军士气大振 驻军皆呼万岁 声闻数十里 气势百倍 无不奋力贫杀 以扶努射杀辽南京统军帅 萧太岭 大错辽军士气 形势一片大好 有何意之心 而宋政宗求之不得 于是宋辽定立合约 辽宋约为兄弟之国 平起平坐 宋每年 送给辽国岁碧银十万两 卷二十匹 宋辽以白骨河为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 宋辽谈判之时 宋政宗问谈判代表曹利用 许给辽国多少银两 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 宋政宗以为是三百万银卷 大惊太多了 又转而说 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最后他得知 是三十万银卷后高兴极了 对曹利用也极为赞许 从此 在宋朝君臣眼中 凡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据说 岁碧三十万 只有养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宋朝赚大了 那么 为什么渭水之盟 催生了后来强大的唐朝 而禅元之盟 却只让宋朝变得更加软弱 诚然 禅元之盟后 宋辽之间 确实少了许多战争 禅元之盟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战争 为北宋和辽国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有利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民间交往和民族融合 对于北宋来说 每年三十万银卷 远远低于用兵的费用 简直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而在和平之年 北宋可以聚精会神 心无旁骛的发展经济 所获得的收益 更是何止三百万银卷 三千万银卷 百年和平 让北宋经济社会进入巅峰时期 相继迎来了宋真宗的 贤平之志 宋仁宗的 禅元智盟也像是一戏麻醉戏 让北宋王朝的统治者 陶醉于盛世王朝的繁荣力 不可自拔 禅元智盟之后 朝廷中主和派占据上风 大量武官遭到排挤 军事上更是望战骑兵 曾经精锐善战的建军部队 五倍皆废 不堪一战 唯有常年驻扎于边境战线的部分军队 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另外 禅元智盟还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它是辽国在战事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签订的 从那以后 辽国经常狮子大开口 向北宋所求前勿 而北宋为避免战争 也都是一律赵准 长此以往 朝廷上下形成了以金钱换取和平的意识 凡是能够用钱搞定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 结果 北宋王朝变得更加不思进取 毫无居安思危的危机感 当公元1127年 新崛起的金国举兵南下时 宋朝却仍然幻想用大量金钱 来解决战争危机 只不过 金国不是辽国 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金国军队轻而易举地就打到都城 最终开封城破 宋徽宗 宋亲宗 及大量肇氏皇族 后宫宾妃与贵心 朝臣等三千余人被俘后 压谢北上 于是北宋灭亡 这便是金康之史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危机出家后的态度 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汉唐支持而厚勇 而宋朝不思进取 一味以金钱换取和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唐朝的开国规模都不计宋朝 最终也只有关中之地 而宋朝继承的是厚州的整个中原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都说宋朝时期的对外战争胜率很高 这或许是真的 但只会一味地防守 即便是成功防守一百次 但哪怕只要有一次失败 便是会像金康之史那样万劫不复 能在困难中成长 能在虚无中强大 这或许就是至今 我们还被称之为 唐人的主要原因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